他說想在941即中移動隨證前買 今天可不可以行動呢? 下星期三隨證 想想為何要自己隨證前買 其實隨證前後分別 只不過在股價上扣股息而已 假設買得不多的時候 我覺得也沒必要 股息對你來說太大幫助 你說隨證後會不會股價馬上衝進去 我覺得不會 記住隨證永遠都是股價上扣股息 他派多少錢在股價上扣股息 所以你看看隨證這些因素 你要做財息兼收 永遠都是高息股 你要做兩三年以上 才能夠做到財息兼收 所以如果你做真正的長線投資的話 馬上加在來都不是很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是整間公司的 Fundamental 無邊 941 還有一個很穩定的現金樓 沒有什麼新一輪的提出降費 那就OK了 但是短線的市況其實都是反覆的 兩萬點我都不敢告訴你 四包蛋是否好 所以跟別人中二棟 50元這些位置計隨證錢 當不代表一定守得住 不會跌下去不是的 所以分清楚 不要因為有隨證因素 令到你有一個因素 原因是說服自己去短炒 如果你真的長線的話 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短線的話 我想中二棟短線就好像缺乏一些 常性油印 特別說近期股市跌租很多 很多人就會用股息吸引這些因素 來說服自己去買 但是短線如果市況彈的時候 都未必就是彈你的股份 所以做短炒部署的時候 我就不太主張這些位賣中二棟 嗯